10月10日由王宝强刘浩然主演的电影《唐人街探案3》曝光了出入东京版预告与海报 15秒的预告片延续了上一部的故事情节 刘浩然、王宝强受日本侦探,也填耗之托,前往东京探案 王宝强正享受着各式各样的美食,结果被醒来的刘浩然打了一眼耳光 刘浩然却装傻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王宝强一脸懵逼的画面,让人忍俊不惊 然而有网友质疑,唐人街探案3在炒冷饭 预告片例只是简单地还原了第一部中 刘浩然打王宝强耳光的桥段 看不出任何与剧情或者案情有关的内容,未免太过敷衍 据悉唐人街探案3,目前仍处于拍摄阶段 从网友曝光的路透照来看 宇宙少女组合的陈霄也参演了这部电影 资源丽娅一同回国发展的孟美琪·吴轩仪 只是陈霄是爱豆出身 之前也没有太多的演习经历 不免让人担心他的演技 张子风在唐太一里最后的一笑 让人头皮发麻 不知道陈霄的表现能不能赶上张子风